3月13日中午在盛盖博举办的洛杉矶各界侨胞举行中国两会座谈会期间 美国华人社团联盟宣布正式成立 当天出席来宾包括世界月简聊华人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吴景辉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全美华人协会洛杉矶分会主席关建荣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潮 李治长刹生华等各界代表素食人 美国华人社团联盟主席林干花表示 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很透明的 做什么事都是做时事讲时事的 让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 对我们的习主席对我们的李克强的讲话是非常的支持 我们海外的华侨呢也会努力的支持我们的中国政府的事实的各项的活动 据了解该协会通过多次密切协商 并广泛征求南加州桥界各方的意见 由美国东方文化联谊会 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美中广东商会牵头 南加州众多社团共同发起 决定成立美国华人社团联盟 美国华人社团联盟执行主席林选栋表示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祖国建设 为祖国这个统一事业做一些贡献 还有为我们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也发挥我们重要的作用 世界粤简聊华人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吴景辉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全美华人协会洛杉矶分会主席关键荣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潮 李治长蔡成华等 纷纷表示对美国华人社团联盟的支持 希望桥界更加团结 并祝会晤圆满成功 据介绍 美国华人社团联盟的新一届领导班的包括 美国社团联盟主席团主席林干花 执行主席林选栋 理事长张铁流 监事长温贵鹏 共同主席团主席 蛇绍汉 王铁夫 董复兴 王迪云 孙立英 黄有力 江南 副主席吴昌顺 张湘 秘书长孙英丽 新时代记者唐立正 申盖博报道